有一名男子疑似是精神不济 开车撞进了加油站 事情就发生在今天一大早期也多 有一名夜姓男子开车行经 花莲台九县受风箱 一出路口的时候 疑似是因为谎神 整台车突然失控 高速冲撞路旁的加油站 员工办公室 导致整片落地剥离 碎裂一地 所幸当时办公室内没有任何人 至于赵氏的驾驶 则是受到了轻伤 没有大碍 警方出不调查 已经排除酒驾 至于后续的赵氏责任跟赔偿 有待意义理清